没有母奶的事情 也很伤脑间 对 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们是非常沮丧 而且非常不安 我觉得医生给我们 很大的信心 他就说 妈妈其实你喂母奶很好 你可以增强孩子的免疫力 然后妈妈给孩子 最好的礼物就是这个 可是偏偏我就没有母奶 我记得我们 护理师也帮我通乳了 然后我们也去借了 买了什么很小的通乳器 然后也去租了那种大型的 通通都没有用 人家就说保温袋 保温袋这个皮肤 整个敷到都是烫的 一天也就挤出100cc 200cc 可是他们一餐 大概也只有喝0.5cc 0.5cc 所以我们即使那个母奶袋 装了20cc 其实他喝完0.5cc 他这个就是倒掉了 0.5cc可以测到吗 那就是他们用滴管 对他们就用滴管自己喂 他们也没有尿布 那尿布就是用卫生棉 所以那时候我就 我们这种又是一个天生 比较害羞的人嘛 我就到那个新生儿病房外面 不是时间到很多那种妈妈 都会去看宝宝吗 我就跑到那边说 不好意思那个 我就找了一个妈妈 是孤单的 没有先生陪着的 然后离人群比较远的 比较好欺负的 比较好沟通的 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小孩在加护病房 然后那个护理人员说 这个母奶是对他们很有帮助的 你的母奶可不会给我 他就说母奶可以这样子给的啊 没有吧 我觉得一般人都会对这种 是感到很匪夷所思的 当然就是这是我的体意 我怎么可以给其他人的孩子喝 所以当然是没有人答应我 没有人答应吗 没有人答应我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怪怪的 如果他很够 为什么不可以给呢 后来是有 后来有母乳库这样的事情 就是你真的多余的 然后你本身妈妈没有疾病的 他是可以接受你捐出来 是没有问题 但是可能他时间比较早一点 是我们后来后期才有 我那时候生老三的时候 就是妹妹的时候 我的母奶太多 然后妹妹合很少 所以我是包一包冷冻 然后送去那个妇产科给人家 送给别人 送给别人 对 不过就是说因为母奶本身 它也有传播病毒的可能性 所以在以前可能有这样 就互相帮忙 可是如果你是好心帮忙 可是他吃了之后 那个小孩子生病要怪谁 对 所以后来其实是有所谓的 母乳库这样子的设置 比如说像我那时候 也挤不出一滴奶 也太累了 整个都操还 那我们就是 他就会叫我们去 那个妇幼医院 然后你就填单子去领 然后像我的话 是双胞胎 就要领很多瓶牛奶 免费一下 就要拿那个钓鱼的 那个箱子 有没有 人家是钓鱼 然后宝宝 冰块 然后我就 就很像那个挑夫 就挑一个 然后 你自己挑 我自己挑 因为我前夫就是都 都在大陆 都在中国 我们都 自己挑去 然后一次全部装满之后 因为 然后再寄 寄回去给这个家户病房 那我印象很深刻 每次那个妇幼医院的人都问说 你一个女生 这样看起来很瘦弱 你确定你可以吗 可以 就是可以 就是整个就扛走 唯俘则架 对 就是可以 那时候叫你扛个冰箱 我看你也有办法 可能可以 对 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 我们小孩是一月生的嘛 然后到319 我就很清楚地记得 319是我以前学校的同事 他生小孩了 他就母奶很多 他就呢 就奶他自己的小孩 奶我们家两个小孩 我们就一个礼拜去他家拿 他们家有两个冰箱 都专门放这个母奶 一打开 我们家画画画 这样就掉下来 真的 可是挤母奶 其实对妈妈来说很辛苦 所以我们其实也想要送他尿布 然后送婴儿推车 每次他都拒绝 有一次他就很 严肃地跟我们说 如果你在送我们这些东西 那就不要再来拿母奶了 为什么 他觉得我就是帮助你 然后我也刚好有母奶 然后如果可以做这些事 其实很好的 我觉得生命中都会有这种 善良的人帮助我们 真的啦 他不是为了物品 我知道你也不是为了乙物乙物 可是就是有时候一种心意 对 想表示一下 因为人家真的挤母奶很辛苦 为什么他奶那么多 就有体质 比较好 不是吃木瓜 吃木瓜什么点摆骨就有了吗 我们吃的这些都没有用 你有吃吗 什么猪脚啊 鱼汤都没有用 真的体质不好 黑麦汁也没有用 真的黑麦汁也没有用 黑麦汁对我们也没有用 什么都吃过了 就是对一般人有用的 在我们身上都没有用 你说你一滴母奶也没有 就对啊 就是很干干节的状态 那你有吃过什么 那个黑麦汁去公麦局扛了好几箱 我也有喝 你黑麦汁也没有用 没有用 你们有试过珍珠奶茶吗 没有 我们那时候 我听人家讲 结果试了真的能发奶 还蛮有效 而且觉得很不错 就是妈妈 珍珠奶茶 我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可是我吃是有效的 对 你到底有开珍珠奶茶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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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神了 真的真的 因为我们也是传统的都有吃啊 什么花生猪脚的汤啊 什么什么 鱼汤啊什么 反正就是该吃的也是有 然后就是有一天 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因为黑麦汁我也试过 然后你要不要试试看珍珠奶茶 结果我觉得真的是有效 我也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因为我两个孩子 我都是大概轻味到一岁左右 然后就是都全母奶 前期的时候 就是到衔接服食品之前 就还算幸运 可是我们那个年代 真的很辛苦 很多妈妈真的没有奶 然后又被迫 因为医院完全不提供奶粉 那时候的政策是这样 那时候好辛苦